投资长 今天台股下跌85点 但是我们的见机 五够强的股票今天大涨了3.7% 只可惜有点开高走低 那今天贵买率先止跌翻红了 这会是台股的止跌讯号吗 今天台股止跌讯号 最主要是要看CPI数据 CPI数据这非常恐怖 这次会出乎意料之外 记不记得以前去年10月的时候 我说CPI见7 就会涨700点 两天涨700点 这次会复制 你听完今天的解析过后 了解CPI我对他的推背图 台股推背图 你就知道 今天晚上可能是5月份最重要的一天 除此以外 我们五够强的五档股票 我今天可能要通通先开牌来 为什么要先开牌呢 我今天所有的标股 通通在我们今天荣耀华尔街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我是一会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5月10号台股下跌85点 说在15641点 美国最关键的通红数据即将发布 美股还困在债务谈判的僵局当中 四大指数续跌 而晶片股也成了重灾区 费半大跌了1.9% 不过台北股市 今天则是由贵买领军 率先止跌收红 中场上涨了0.05点 加权指数则是跌幅受链 中场只下跌85点 后市盘式解析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 选普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投资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大盘 看起来很惨对不对 可是就像你刚才有说到了 上跪指数翻红了 在最后一刻拉尾盘 这当然是好现象嘛 对不对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你先说 好 那么其实今天一开始气氛沉重 就想问一下投资长 是不是大家都在观望 今天晚上8点半的CPI要开讲了 你说对一半 蛮幸运说 是 就感觉到大家的气氛 那个心是悬在那里 手都不敢去买股票 所以 也想要请投资长带给大家一点信心 鼓励 信心喊话一下 等一下我给他信心 现在吗 信心 很奇怪 等一下 不该有落这一段吗 好不好 你继续讲 好 今天台股一度大跌有超过白点 不过这个航运股今天很有朝气 长荣跟万海今天盘中都大涨将近有3% 是 杨明今天盘中也涨了2% 这个后市行情你怎么看呢 这个稍后也要请教一下 好 后市行情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你继续说 好 还有我们的股票 五够强的见机 今天早盘呢 一度大涨了3.7% 只可惜最后有点开高走低 那事实上今天有很多的股票都跌得很惨 那谁也想请问投资长 就说等到今天晚上CPI开奖之后 明天台股是不是就波云见日了 当然CPI这个数据很重要 那这数据其实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全台湾财经节目也只有我一直很认真在讲 你如果是我铁本人知道 去年之前 没有一个财经节目 不论是你看多大型财经节目 除了福利社以外 你都不会看到任何很专业财经节目在跟你 很深入讲这个 对 那去年很准 11月11月12月突然有大家在讨论的 可是最近1,2,3,4月又开始不准什么不准 就是就算CPI下滑 股市有点无中于中 嗯 这很重要 那你就说 现在CPI数据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重要了 是 那就有人有一派说法说那是不是要看 景气是否衰退 其实景气也没衰退 他也没有因为景气 的衰退指标或者是繁荣指标好或不好 而影响当天的数据 可是不可否认是什么 不可否认是每一次CPI公布 晚上8点半 他是 下去上来下去上来 你懂不懂 至少做期货会很刺激 但是期货有帮助到大家 那这次我不想要太多每次都推背图 我这次就 股票推背图就好了 只是我说不可否认的是 CPI数据还是最重要的 只是 会不会影响到隔天的走势 就不一定 只会影响到当天晚上 高兴一个完善就好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结论是说 去年CPI很准来看一下 CPI就是那个 就是 Consumer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 来 这是CPI 去年这边12000的时候我们看到 12000的时候为什么这边跳通一直涨一涨 这边一下涨700.03 为什么 因为 CPI见7 我们记得我那时候讲到Key7 对啊 那时候我讲了以后 很多产品节目才开始模仿我 诶 CPI很重要 可现在大家不讲了 大家觉得CPI不重要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这就是股市好玩的地方 CPI也是重要 只是重要到大家不够满意 那现在CPI是5 现在现在利率是5到5.25 对 CPI只要下来 我实质利率 就会变为正了 实质利率是我的 现在的那个利率区间 5到5.25 假设5.25 减5或减4.9 大于0就好了 反正我现在的利率 比 CPI比通膨还来的高 就可以压住他 那就相减嘛 就可以大于0 这个就实质利率为0 这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说 这一两次 CPI数据如我所料 可是走势没有如我所料 所以大家不期不待 可是越是不期不待 行情越会怎么样 又会反应 又会喷出去 这就是散户的悲哀 所以你一定要每天看我节目 因为每天看我节目 我会告诉你说 诶 比如这次演讲人数多少 这次点阅率多少 只要点阅率下滑 股市都先喷出去再说 只要点阅率狂速急奔 急飙 急涨 急多 应该说变得增加很多 急速增加 是 台股就准备崩盘 从以前到现在我当17年的分析师 我考完分析师已经17年了 不好意思我以前是第一批 考完分析师 那时候分析师非常之难考 可是那时候很年轻就考上了 好 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散户有这样的特性 演讲人数越多 股市越不会涨 演讲人数越少 股市越会喷 那哪一个指标更准 越少的时候 像我说最近点阅率下滑了 反而股市都有机会再慢慢涨上去 可是你说泽泽今天很弱啊 你不能这样看 因为今天 你说这样弱 有没有增加季限 有 之前这样几跌了还是增加季限 这很强 第二个 上规指数 有没有 有没有增加季限 有 上规指数今天是 几跌还是几涨 是拉起来还是刹下去 是拉起来的 是拉起来 那这样就是好事 是 好不好 这样就是好事 你一定要记得 我泽泽讲的这些很简单的逻辑 很重要的方向性 像美国股市 从往到尾就如同我 20 2023年年初 应该说2022年年底 去年底讲这个字 卡 他就这个区间而已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这是15200点到15000点 你讲的是大盘 我讲的是 你讲的是台湾股市 是 我讲的是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 美国股市 他这个区间整理平台呢 跨界 没错吧 31000到33000 这个跟没什么动啊 是 废半有什么动 对 多个大区间没有动啊 你不要觉得真的要动啊 那你一定很少看美股 跟没动啊 对 纳斯塔克也是没动啊 大箱子 对 就在一个大箱形整理区间 然后呢 大盘更是没动啊 12000到多少 15900到15200 对 700点而已 从2月给你 靠到现在3个月 现在是要分出去胜负的时刻了 真的是 要分出去胜负的时刻 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推背图来 记得清楚 我们底下留言一下 我们要底下留言 上次是不是期货推背图超准 我说50点是要走 对 我们帮大家留言一下 你直接说上次推背图很准 我们帮大家留言一下 推背图很准 粉丝们按赞一下 好不好 今天外资卖超 58亿 昨天好像也是 昨天是买超 买超嘛 对我说昨天也是 一来一晚 我说昨天差不多 这样比了 值求对决的泽泽 美丽大班的仪惠 来 上次推背图很准 有没有很准喔 有没有看到 谢谢喔 外资多单少1万口 我看一下喔 他今天少9000多口啦 不是1万口 9066啦 如果我是看 从刚才最新看的话 我还没看未平常的话 多单少9000口 9000口我觉得平常心 好不好 平常心 这个外资多单 你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深水扉扉很准 有没有看到 很多人在跟按赞起来都讲的 好不好 按赞不是这边按赞 这边按赞我会生气 这边按 加啦 对 这边有没有大头梯这边按赞 按两次就不见了 知道吗 只能按一次喔 按一次就好 对 不过按三次也可以 是 1 2 3 赞也可以 好不好 好 反正一个人只有一个赞而已 好不好 今天900多人 直播 有时候有机会 1000 大部分1000多人啦 好不好 先按赞不然只要提早下播 没错 美股感觉要下沙却掉 美股我觉得不会 因为美股已经一直 利空测试了 我也是喔 两大利空 差点是金融风暴利空 SVB 银行倒闭 是 奇妙淡写 这是第一个 第2个 上次推背值很准 好不好 这只0050如果回到成本 就会再加码 我看050的成本是多少 你们真的好讨厌 我看一下 我直接看一下 再看一下 没关系我直接看 来 这个直接看 账目 你看这都不能造假 外面那个 这个 我看100个99个造假 好 证券及时存益 有看到没有 哇 都是很坦诚喔 很坦诚喔 成本105啦 我把它放大一点 三姐 1 这个游泳风都知道这个没有造假 哇 看得很清楚了 赚660啦 好不好 成本105啦 105贪污值多少 117 怎么可能我要成本啦 你哪有黑白人讲 我要成本我不会加码 是 我 我那时候讲的推背图吗 什么推背图 我那不是推背图 我那个左侧交易嘛 我是11000 对 那个要有纪律 要有纪律 要有纪律 11000 只要11000 我就shall 就直接压下去了 不会只加1000万 我是跟大家讲 所以没关系 我从头到尾就纪律嘛 好不好 有啦 有人说少10000口 那个是正确的 因为我刚才是用 1.55分的资料 有时候那个期货 交易所告诉你少9000多口 如果是用卫平仓去推断的话 卫平仓减卫平仓 今天卫平仓减昨天卫平仓 是少了10624口 那期货多张 期货多张少那么多会不会不行 不会完全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CPI如果只如我所料 美国股市最后反映了 是 他不是反映 如果真的反映他 喷出去 那怎么反映我告诉你 来看看推背图 好 来 推背图 因为我们好几次讲要16000了 都没有 都差一点点 5到5.2还是会36000 除非5.3以上 那回车15200 理论上这一次应该是5 到5.2最重要 对 有多少 几率比较高 我认为几率有50% 蛮高的 50%就一半喔 对对对对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这50% 然后咧 这边大概三 大概差不多40% 这有40% 40% 见识嘛 对 这边10%不到 好 甚至于你可以说这边5% 买10% 50% 所以5.2以下基本上有90% 你听懂吗 好 把它记起来 最大的几率是什么 还是这边 5到5.2 然后见识不是不行喔 因为409也有可能 对 408也有啊 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 Presor有推背图嘛 是 那也有他一个一些就是告诉你 我们看原油价格 或CRP商品价格 都有上升 都有上升 所以见识不容易啊 可是见识呢 这见识怎么办 那见识不容易 可是见识就万事如意了 这个梗记起来 见识不容易 可是见识就万事如意了 那台股就要3万6了 拜托大家记得 而且这最好玩的是 我刚才有两个我觉得会很好玩 见识它会喷出去 我怕的是 应该说我觉得更惊悚的是你会发现到 5到5.2也喷得很快 有时候市场只是需要一个资金 就是GDP它其实 美国GDP它自己上涨 那为什么今天 一上涨股市不会涨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GDP上涨的速度 还来跟不上 通货膨胀的速度啊 是 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啊 可等它跟得上的时候呢 股市就会喷出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 现在只在做这件事 时间换取空间 你要懂我这个逻辑 好不好 因为你现在GDP跟不上你这通膨的速度啊 对 假如你GDP你 假如你3% 是 可是你通膨膨胀你可能就4%5% 一年就是大概4%多 那谁要买啊 可是你如果你明年降到 通膨胀降到2 你GDP还是3以上呢 你股市就有吸引力了 因为这些就会回推到 相对的一些止利率 而且回到一个重点 很多人说 台湾股市 会不会回到105 不会 我说0050为什么不会回到105 105没有寄出话大概13000 不会 第二件事不会是什么原因吗 是 台湾股市打底 台湾股市不会破12682 为什么 12629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台积电最近有一个新闻 你知道什么新闻吗 台积电的董事会 决心决议是说 第一季的现金股利 要从2.75元 黑发到3块钱 对 只是 头上我想问说 因为台积电的股价今天是开低走低嘛 那是不是说 只加发这个0.5块钱 还是有一点点太小气 如果已经收盘下来看是 值利率2.3 勉强可以接受 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网络上都会给我这些截图嘛 是 台积电是铁公鸡 你可不可以截图可不可以画一个比较帅的照片 为什么要这么丑 台积电是铁公鸡 台积电是铁公鸡 所以我没有很想要它 台积电像不算铁公鸡 为什么不算铁公鸡 因为你用现在的股价去算的话 你值利率大概有2.3% 是 2.3% 不错 不能说不错 算还好 价值率2.3% 可是如果得到370元呢 为什么要说370元 台积电370元你记起来 370元是之前的什么 这一年来最低点 也是12629的最低点 有没有 那附近370元有没有看到 370元 如果一年12块 3块钱那是不是12块吗 对 一记3块钱 4记不就是12块吗 12块对 除以370 是3.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3.2% 3.2%的质率 有没有吸引力 有啊 有了 3%就有了 因为通膜可能会下到3%以下 然后 明年的一个 利率可能下3%以下 是 听得懂吗 明年利率是非常高的机率下3% 因为明年通膨势必要到2 为什么明年通膨势必要到2 我说过了 像便当一样100涨到110 通膨是10% 对 明年110通膨是10% 厚你还是110 通膨变多少 就零了 零了 因为没有涨 对 通膨是看有没有涨 是 可是通膨变零的时候 台积电子利率怎么样 还是3.2%啊 对啊 就有吸引力了嘛 是啊 因为通膨是零了 其实你利率不要那么高了嘛 就完成了 假设你利率就只有1% 2% 台积电3.2% 你要放在银行买1% 2%的订存 还是买台积电3% 但台积电嘛 当然台积电嘛 这个时候台积电就有一个股价的一个什么 抗跌性 所以结论来了 今天 发3块钱是不是铁公鸡 不是 可是他也不大富翁 他也不是很 很大气的一个人 可是至少他对股价的看跌性 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这很重要记起来 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那其实你知道大伙也知道 所以股价越跌他越越要买 这是要左侧交易 越跌越要买 但越跌越要买也要选对 选对一个标的物 台积电你要选对 你听懂吗 选台积电的 有些很小型的电子股 不要 有些说你在连线的时候听到一些老师讲怪怪的股票 那个不要买 你都是lack很少 然后故意到选择喷出去第一根的 那个都一看就知道是跟主力出 出货的啦 真的是 要出货给你那不需要 就这种股票对不对 自己他们自己创造第一根 投掌我可以A他们的钱 你不要想太多 你敞户想要跟主力对 想要A主力的钱 烧香拜拜都很难啦 不要说 为什么说到这边 我想是左侧交易不能选中股票 是 你懂没有 不能他因为主力出货完给你以后 他就 他就不理你了 你不要想太多 越跌不能越买 台积电的股票越跌越要买 提供了一个 股价的一个什么 可抗性 应该说抗跌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他并不 这件事 今天3块钱的苦力 一年12块 并不会让台积电一飞中天 可是在台积电跌的时候会强力支撑 就是这个结论 好不好 希望我帮到大家 那帮到大家以后我们今天要更刺激的 为什么更刺激 是 不是我的臭皮啦 建基上礼拜是不是前天是展厅 是 昨天展爸爸就杀下去嘛 可是我照讲嘛 建基等一下再讲 今天一档股票涨很多 涨什么股票 我直接秀出来 直接秀 直接秀 我看到了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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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看到就看到了 是 立端啦 哇 资产股票6245 2000多人索取资料 我之前也是 别家的 业务同仁 听到2000多人 吓死了 他一位分析是2000多人 而且这些业务同仁还不用直服我 所以这某某的业务同仁 这都很幸福 我助理人员很幸福 你可能有些同业 看到我们节目不敢相信 我只要讲了 我索取资料如果没有2000份 我跟你1000万 一亿都没关系 不会有分析是敢跟我赌这种东西 他们索取资料也绝对不会有我多 所以我这2000多人这都是真实的资料 也没什么好臭屁 因为建基今天也没涨 可是立端今天涨的 对 我至少敢公开资讯 这就是我的特性 第一个我不屑 我也没办法 说好话 因为太多人眼睛看着我 不论是同业或粉丝 可是没关系 为什么大家喜欢我 因为我讲话很实在 来我们看建基跟立端 建立端有没有 一度涨4% 5% 还是涨嘛 对 对不对 这建基跟立端 那今天啊我有考虑 好不好 我全部都shout hand 蛤 我全部都掀开来 就掀开了 掀开让你shout hand 对啊 好不好 可是前提怎么样 开牌了 每次跌100点 直播人数都掉一千了 有没有 传播都这样对不对 来 先凑一下吧 来个500个赞好不好 对啊 没有500个赞 真的没意思啦 500个赞 接下来到最后才会有机会变2000个赞 好不好 1000多了 1122人来500个赞 不为过吧 不到一半的人 冲500个赞我就全部先开牌 你也不用说 阿哲哲 因为好多人跟我抱怨说 阿哲哲我怎么没拿资料 没有关系 反正这些股票 最近才有拉回 嗯 刚好 刚好 我全部先开牌就 你就不会作假吧 也不能造 本来就不能造假 现在只是根本不能造假而已啊 对 我也不屑啊 可是你前提 说真的好快喔 10个 20个 欸你们很现实 我速成长 欸 28 小杨他们是不是很现实 超现实 超现实的 3437 欸 34拜托你们 说不录你们不理我 说现在马上先开来 440 一下就跳10个 很快 是啊 要吓死我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敲碗 453 第一次那么快 哇 真的 好马上应该马上啦 好不好 好啦 我跟你讲 我们早上休息一下好不好 这晚休息有没有就知道了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460 啊 回来看有没有500个 500我们刚才先开牌 那你按个赞 好不好 我们早上休息 休息完以后我 如果 500个赞 来 我全部股票先开来 哇 因为有些股票刚好回答 喔 所以你现在索取到这个资料 或者你本来有索取资料 然后 我们来不及送给你 因为有2000多通 有些还没能用到 是 你不能怪啊 你看喔 我们 20个业务 然后 2000多通 一个人分100通 一个人分100通 你知道他们累死了 一个人不要讲太多 10分钟就好了 是 100通多少 1000分钟 1000分钟是几小时啊 16小时 你一天会工作 16小时吗 不可能工作 5个小时就很久了 你要 你都只要处理我的事情 就要三四天了 业务不累死 所以在摩尔的业务同仁 是非常幸福的 不让行情好或坏 至少资讯量 客户索取账都很大 对 见机跟立端 休息一下 凑满500个赞 当然就先开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在广告时间呢 这个按赞数 还是不断的增加 大家要继续按赞喔 那投资长 接下来要开牌了吗 哪有这些人现实史啊 刚刚安倍 恩生前510几 现在休息 变536 反正500个你就知道我 哲哲会遵守诺言 好了好了 是 我遵守诺言 来来 可以 立端打开来 好不好 立端 三胆一起打开 一下跳出来没了 没有就算了 没有 再一次 见机立端 安极全息拍照一下好不好 咔嚓 好不好 反正现在都可以截图 全开全开了 我们看一下 安极跟全息 安极跟全息 有些股票我会没有买到什么 可是其中 可是这里面我至少买到三到四攆 是 好 所以你如果要免费的 当然是索取这份资料 如果你要详细的进出产点 实际的进出产点位 有没有进出 参加我们韩列会员 好不好 对 安极这有没有机会 这个做个头吗 M头吗 买单 都是 维尼熊 来 这边跌破这边 景线 这个地方景线 他很恐怖 所以有些人是不是很恐怖 有些人会先停船再走 是安极 安壮 怎么会这样子安极 还有没有 来我们看一下 全新 帮我们记一下2455跟 33 3380 好不好 好 来 这样 代码 我刚问你 2455 我想说刚考你 我再写 我再把它写 好没关系 2455 2455 全新有机会 全新蛮特别的 全新 头新一直在买 没有基本面买成这样 蛮怪的 有没有看到 很特别 好不好 头新有没有 之前一直买 有没有看到 基本面 没有什么 基本面不太好 你看头新买得好像夸张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全新有机会 有机会是作战行情 你不要说我没说 相信我接下来会有分析师跟你讲 又一直秀屁 损益的 600多万而已 我要等 我真的要 我真的会1000万才走 相信我 我也不会1050万 1100万才走 暂时在太小瞎子气了 反正1000万以上会走 是 你不能再过保证了 不能再讲那么多保证 好不好 这不重点 反正到时候投信会作战 因为不小心按照损益 投信会作战 记得一件事 好不好 这全新 另外一打股票是什么 明太吗 明太 3380 3380 是 这也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上涨过后的什么 拉回 第二波攻击 拉回就是买点了 对 现在你要做左侧交易 拉回那你要买点 你要记得这件事好不好 台湾股市其实没什么利空 啊为什么会跌 我只能说那你心中都是负面相保 因为我都觉得为什么会涨 其实说到会怎么样 他不涨也不跌 他就15200到15900 然后什么涨不跌 很无聊盘 可是越无聊盘你越要看我节目 越很好玩 你懂不懂 很好玩 这个跟大家 所以明太也分清楚了 安吉也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然后什么 都讲完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立端嘛 6245还没现行一下 6245 立端 立端这看起来有要喷出去啦 这个就是我讲的 散展的过程中回档 你这边找买点 有没有而且他已经刚好回档三分之一 反弹三分之一 代表底部已经确立了 好不好 还有 3640是不是 34 06 3460 没关系 我一直记错答案 3046啦 气死了 排列组合 3046怎么看 为什么 我通通先开牌啦 我也2000多通我也不能保障 每个人都马上拿到 那只能说你有时候太晚索取资料了 好不好 或者是刚好你不在 那没关系 我现在打开 打开了这个牌好不好 所以我就讲很清楚 为什么打开这个牌 因为明天可能CPI要喷出去了 这也是 但大家越不相信CPI的时候 就跟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Lucky7 见七然后结果两天涨七百点 有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是 第一次我会讲 有可能见七 我没讲一定会见七 我说见七才会涨 对 然后没见七大家怎么样 就一直笑我 就还好 那时候 可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准 第二次见 第二次的时候 我说 Lucky7真的要见七 喷出去了 真的 第二次才超级准 所以CPI都是这样子 之前两次你都觉得我不准 诶 明明到五了 为什么 没有喷出去 没有关系 这是见识 对不对 万事如意嘛 就是见识不容易 见识不容易 可是见到识就万事如意 真的见识会万事如意 见识不容易 可是见到识就万事如意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这马上跟大家讲 利端你看一下 这也是什么 会员的什么 帮我念一下 恭喜6245利端 股价利势上涨 盘中大涨超过5%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最新台积电 台积电那个营收月增 大概1.7% 算不错 可是没有到很好 因为营收没有达标 所以达标是 如果是平均3个月份营收的一样的话 就代表5 6月 要营收要急剧增长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好不好 要急速增长 除了这以外 我们慢慢跟大家讲 2618 长龙 长龙 望海 怎么看 怎么涨那么多 我本来就说过 我说过 理论上他不会破底 因为人家不会亏钱吧 你在紧张什么 所以长龙 阳明 望海 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平台 不要难过 好不好 我没有说他要破底 好不好 那么再花点时间 6531怎么样 App App怎么看 AI概念股 就为了租筹 那AI概念股 最纯的不只是IP 西式财 他什么 南电 ABF 有拉魂你要记得买 还有 星星 好不好 还有除了这以外 6531 30353 资源 资源 今天还涨啊 对 今天涨怕什么 我买1591在加码 你怕什么 他什么 6多少 那个什么 M31是什么 6643 谢谢你 M31 还在涨啊 M31算很强 M31从不上很干净 不觉得有人在吃他吗 跌不下去 M31跌不下去 他如果真的喷出去 你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不要说我私话马后炮 我不做这种事 我不做这种事 就要连同CPI 记得今天晚上8点半 我一定会发信息 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你 今天重点不只是CPI的数据 还有公布CPI后 他的走势会超乎你预期 可能5到5.2你会发现 这个符合预期 可是他还是喷 这是有可能 如果见识更不用考虑的 他可能见识你 喷的速度 喷的想象力比你想象量很多 你会发现 原来泽泽讲的是对的 其实美国股市只是等时间换取空间 等到 确定了 确定什么 确定这次利率是5到5.25 利率是真的比通膨还大 对 因为是5到5.25 还没有通膨比大嘛 因为可能是5啊 因为他是一个利率期间 那你现在见到4呢 确定了 利率比通膨还大 可以压住利率 可以压住通膨 可以压住通膨 到见到4的时候你发现股市喷得比你还快 就实实讲的 因为时间 换取空间 你把我这几个字 记起来好不好 时间换取空间 不论对我有做我一切一切预告前面好不好 一切没时间的还有阵容这些股票 都是这样我都看好的股票好不好 不论对我有做我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今天5档股票抄起来没 5档所踪起来没 来来来来 我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来 这五档 同档给你 我不怕 因为CPI这个数据你一定要记起来 阿晚上8点半怎么办 要加我LINE跟加我Telegram 好不好 晚上加我LINE跟加我Telegram CPI推背图 记起来记得 全台湾只有我 跟你讲今年关键这支卡 没错吧 全台湾只有我一直讲CPI 还有福利者一直讲CPI 见识喷出上万六 好不好 5到5.2我几率都告诉你了 这是我的逻辑思考 所以去想看你要展版本师他只是用时间换取空间 啊時間快到了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就欠 這一次的 CPI 數據 因為前一兩次已經無動於衷了 這一次就會動得很快 動得很快 是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今天晚上8點半 我會守護著你 而且我會發很多的訊息 LINE我會發一堆 Telegram我會發更多 所有訊息在Telegram 這邊好不好 要加起來 加Telegram為主 不知道加完LINE再加Telegram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想清楚我嘖嘖 對你見機也好強 哎你異端也好強 我想要參加的行列 那更好 趕快來電洽訊 080-66-8085 080-66-8085 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988-8014 旁邊